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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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我们一起直播来收看 也能够在现在在聚会当中可以感受 所以我们有些的桥段是特别为今天所预备的 那我今天本来要分享的 我想延续我昨天在交接感恩礼拜所分享 但昨天只有给我十分钟 我今天时间稍微比较多一点 所以可以更多地把我心里面想要讲的话 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分享 那昨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在准备要出门 要来到这个主人牧师交接的感恩礼拜 那我在弄孩子 孩子也在穿衣服的时候 他们就说 爸爸 今天是你的大日子 然后我女儿在穿她的衣服的时候 在弄的时候 她说 爸爸 今天你是主角 在台北林洋堂主人牧师交接的感恩典礼 我很清楚知道一件事 昨天我们在欢庆的也好 庆祝的也好 我知道很清楚一件事 就是昨天的聚会 包括今天的崇拜 我不是主角 那你说昨天我们在那里 当然也是欧牧师的融退 或者是说 那我们是否在尊荣欧牧师 那是不是欧牧师是我们昨天聚会的主角 如果你认识欧牧师的话 他也会告诉你 昨天的聚会 欧牧师绝对也不是主角 那当我们在这样一起聚集的时候 我们要说到底谁是主角 十篇九十篇 第一节将说 主啊 你世世代代 做我们的居所 当我们在欢庆台北林洋堂的历史的时候 我们说 主啊 感谢你 因为你世世代代 做台北林洋堂的居所 当我们回头看这六十六年的历史 是神 使台北林洋堂成为他荣耀的居所 当我们讲到传承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喜欢用的比喻是接力赛 一棒交给下一棒 那为什么喜欢用这样一个比喻 因为这样一个接棒的动作 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可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 我不是很喜欢这样一个比喻 来谈到传承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接力赛 某种程度 一棒接到下一棒 其实也蛮现实或者残酷的 为什么 因为上一棒你还在跑 对不对 拿了那个棒子 棒子在你手上 你再跑 跑跑跑跑 一接下去 一接出去的时候 当你失去那个棒的时候 你就 你是要完全 离开那个赛跑的场地 你是完全要退出 从一个角度 你可以说在旁边坐啦啦队 可是我觉得那个落差感 那种失落感会非常非常的严重 我比较喜欢的比喻 关于传承是什么 其实这一次整个的 我们为了这一次的交接典礼 我们整个的视觉的设计 就把我的里面 对于传承的想法放在里面 其实我对于传承的想法 是宴行的理论 什么是宴行的理论 我解释给大家听 就是野燕们会用V字的队形 一起飞 然后在前面领队的那一只野燕 它在飞翔当中 它必须要承受最大最大的阻力 所以当它承受阻力到一个阶段 当它累的时候呢 它们会轮流退到侧翼 然后换手在最前端 最前端来带领飞翔 我要说这十八年 在台北明洋堂 全职服饰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都是这野燕团队当中的一份子 这是一个团队 是神世世代代在带领的团队 当我回到台北明洋堂的时候 周牧师还是主任牧师 我跟着周牧师 在整个的国度的事工当中 学习什么叫做合一 什么叫做关系 在这十八年的服饰当中 我一开始也投入在青年牧区 配搭训光我的哥哥的服饰 在训光牧师的身上 我学会什么叫做卓越的 用一个卓越的态度 用一个卓越的方式来服饰神 我也学会了怎么样为失丧的灵魂 为着下一代付上生命的代价 在这十八年的服饰当中 乔美伦老师 邀请我进到生命培训学院 跟他一起 创办生命培训学院 从一开始 我就加入在生命培训学院的 教师的团队的里面 在乔老师的身上 我学习 怎么用装备 教导 来翻转一个人的生命 在他身上 我也学会怎么样组织管理 带领团队 其实在台北联堂十八年当中 乔老师是唯一标过我的人 但是我对他的感激 你知道我都 你知道 其实真的会被骂 也是一种福气 你知道吗 所以在他身上 我真的学会了许许多多 做人 做事 做领袖 应该有的态度 过去这六年 其实跟着欧牧师 你知道真的 是欧牧师主动来找我 他说训证 我们要不要固定的时间 每个礼拜 一起来交通 一起来分享 所以在五六年前 我开始 每一个礼拜三下午 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 在他的办公室 我们就是在那边谈 透过我们每一次的交谈 我开始明白 欧牧师牧会的 他的逻辑 他的思想 他所看重的 他的价值观 他的心得 他也会分享他过去的挫败 他的成功 慢慢开始知道 原来牧会 不是我想象的这么简单 原来治理教会 还有很多 我需要学习 跟长大成熟的地方 感谢神 昨天 这样的一个案例 看似是 我成为台北领阳堂的 主任牧师 但是我要说 可能我现在是 在野宴团队当中 领队的那一位 但是大家不要 误解 这个野宴团队 是我在领导 台北领阳堂的 这个野宴团队 从头到尾 都是神自己 在领导这个团队 另外 即便我做了主任牧师 也不要忘记 这个野宴团队 是一个三代同行 甚至是四代同行的团队 在我在读圣经里面 讲到的传承的时候 其实我总是觉得 神你怎么那么爱我 你怎么样那么恩宠我 因为当约书亚 要兴起成为领袖 要得地为业 要进到应许之地的时候 摩西 已经离开了 所以他需要刚强壮胆 才能够得地为业 虽然大卫 为下一个世代 他的儿子索罗伦们 预备所有建殿的材料 可是当建殿的那时 限殿的时候 大卫已经离开了 我感谢神 在这世世代代当中 这个团队都还建在 也都参与在这个建造的里面 我真的感谢神 从什么事 我就感到好开心 他们都在 你知道我们不是开21天进食 今天是最后一天 对不对 今天我们非常的兴奋 这21天的进食 我相信对我们教会 对我们个人 一定有非常大的成长跟突破 有吗 有 我们大家把掌声 要给给神 好不好 那你知道21天的进食 前面的前三天 我们是全境 对不对 有多好人有跟着全境 前三天 像我挥挥手一下 Amen Amen 那前三天的全境 又在寒流 对不对 很辛苦 然后我又说 我们晚上 为了帮助弟兄姐妹 三天可以全境 我们晚上一起回到教会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点燃那个火 因为这种集体的恩高 更有能力 可是我讲完之后 他们就说 那回来聚会怎么办 牧师你要讲三天吗 那我心里想 要讲三天还得了 所以后来我们的安排 就是周牧师分享 第一天我带回应 谢院长分享第二天 我带回应 第三天是欧牧师分享 我带回应 如果那几天你有在 不管是实体 或者是线上 你就知道 那几天的祷告 真的非常满有神的同在 满有神的能力 而且我要说 当他们 在那样的一个分享当中 你知道我有多清神吗 我有多喜乐吗 而且在这样一个世代 同行 世代同共的恩高的里面 那三天的祷告会 真的非常非常的荣耀 我们再一次把荣耀 掌声归给我们的神好不好 人家说家有一宝 老吴有一宝 我们台北娘堂 有很多的宝 都是我们需要真实的 这我感谢神 你看到世世代代 真正台北娘堂的主角 不是任何一位主任牧师 世世代代台北娘堂的主角 都是神他自己 而接下来我们要建造的教会 我们要一起 看见 不只是三代可以同行 是四代 是世代 而且世世代代 因为神在台北娘堂 举首位 祂掌管台北林娘堂 所以这个季节 谁是主角 神是主角 在主人牧师交接典礼 跟交接典礼之后的 今天的主日 还有另外一个主角 那个主角是谁 就是在台北林娘堂的 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是这一个季节的主角 坦白说 台北林娘堂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本来就是 这个教会的主角 是神所拣损的主角 你知道 昨天在这样一个案例当中 感觉我就位 进入到主任牧师的这个位置 可是神在这一个礼拜 这两个礼拜 不断地在对我跟亚文所说的 就是这个就位 不是关乎我个人 进入到这个位置 这个就位 是关乎整个台北林娘堂 包括我们的 我们的全职的团队 还有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知道神怎么样对我们说话 很有趣 上一堂是亚文师母亲自来分享 但是这一堂 他因为他在学生崇拜讲道 所以没有办法cue过来 但是所以我就 神对他 就在这个礼拜当中 神有一天把他拉到一旁 他说 你会不会觉得 因为训证要进到这个位置 然后你刚好是他的老婆 所以也就顺便 一起进到这个位置的里面 就有点像是那种 你知道我们要去 参加一个宴会 或者是一个喜酒 然后人家会问你要RSVP 然后你就会 加一 加二 看你家有多少人 所以神在问他说 你会不会觉得 你感觉你就是一个家医 他说对啊 神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大家都在忙碌当中 整个的教会 都为了这个 1月23号的这个交接典礼 所有的同工都在忙碌 那我觉得也是非常荣耀 非常棒 是训证的呼召 是训证的使命 但是我感觉 我好像是旁边顺便 然后神就开始对他说 神说从头到尾 没有一个中期 叫做顺便 神对他说 我对你也有一个呼召 那个呼召 那亚文的特质是这样 他其实是 只要在任何的场合当中 有很多 他感觉他不是被 特别需要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隐藏他自己 当有很多的人 在说话的时候 他就会选择不讲话 不是太大 他没有话讲 只是他觉得 大家都在忙了 就让大家 忙 所以神就对他说 神说 我不是因为 刚好这个位置 因为刚好这个恩赐 是符合你的 所以你来做这个位置 或者是刚好 需要你做一点什么 然后你来做这个位置 神说 No 就像训证一样 他拿到了一个邀请函 上面写 你是否愿意 在1月23号那一天 成为台北辿堂主任牧师 愿意的话请RSVP 或者你可以写 不可参加 当他说 我愿意就位 你也有 你的一个邀请 那个邀请上面不是写 你愿意做加一吗 那个邀请上面 是写的是逍遥文 我在你身上 也有一个命令 的护照 你用写证 你要知道 在这个季节当中 感觉好像是 It's a season of promotion 神在提升我 进入到主任牧师的 位分的里面 你会说 是感谢神 训证牧师 进入到主任牧师的 位分里面 我们为他祷告 但是我要说 这个season of promotion 不只是关乎我个人 也不只是关乎我的家庭 是关乎我们台北里 好像每一个人 我们都在这个season of promotion 的里面 神对你 也有一个邀请 也有一个invitation 那个invitation里面 写着你的名字 那你说 如果你不回应呢 兄姐妹 如果你有看昨天的 整个的一些 我们所拍摄的 这些的影片 你就会发现 要这样的一个传承 其实有很多 事先必须要先就位的 而且这个就位 会有一个连锁的效应 在整个教会的里面 有许许多多的人 慢慢地 他的那个邀请 和上面写的东西 就会越来越清晰 我的就位 我的就位也包含了欧牧师新的就位 我的就位也包含我们所有区牧掌门 一些新的就位 所以换句话说 我的就位 不是只是关乎我个人的就位 是关乎我们整个团队的就位 所以兄姐妹 你要知道 你的就位 不是只是关乎你个人而已 刚才写从牧师 所讲到的那个 我们有一个 一波青年的一个复兴 一个青年的觉醒 我里面有多大多兴奋 因为我清楚知道 我们的就位 不是关乎我们这个世代 我们的就位 你我的就位 是关乎下一个世代 还有台湾的下下一个世代 所以你不能够在你的邀请函上面缺席 就像我能够说 对于台北京堂主任牧师 我愿意出席 I will show up 可是 亚文对 神对亚文的护照不是加一 他不能够顺便 他也必须在这个礼拜 神亲自对他说话 你有护照 就像我的师母也有护照一样 你可以说 这是台北黎阳堂的喜事 这是台北黎阳堂重要的事 我们很开心 或者你说 神我也知道 是我该就位的时候 因为这是台北黎阳堂 全体弟兄姐妹 各就 各位的季节 知道 刚才在影片当中 或者是同工们都有分享 我的意象是什么 我对台北黎阳堂的意象 神在几年前很清楚地告诉我 我的人生的使命宣言 我用一句话来 就可以把我整个 神托付我要做的事 就是 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 Empower people to be powerful 赋予人能力 成为伟大的人 伟大的领袖 我回头看 从我全职服饰开始 到现在 18年 19年 真的我所做的 会让我真的很期待 很兴奋的 不管是牧羊的工作 教导的工作 甚至我去创办了一个 一个学校 其实 我的渴望 就是赋予人能力 成为一个有影响力 有能力的人 或者是活出他的生命的呼召 活出他生命的 真实神 创造他的那个身份 其实圣经里面 我很喜欢大卫 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 神没有给我取名 叫大卫 我的名字叫做Jonathan 约纳丹 我的名字是一个 宣教士帮我取的 可是我觉得 当他帮我取这个名字的时候 其实也有先知性的 一个影响 你知道约纳丹 他其实 他有王的血统 我们甚至说 他是王子 王的儿子 可是他在乎的 不是自己 是否可以做王 进到王位里面 因为我们知道 其实对于大卫来说 约纳丹跟他的结盟 某种程度成全了大卫 大卫是在一个 连自己出生环境当中 原生家庭都不被看好的孩子 可是当他遇见到约纳丹的时候 他开始经历一些 他生命当中 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事 我是约约纳丹 我是约纳丹 太平洋上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你们是大卫 真正的主角 不是台上的我 从来都不是 真正的主角 是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 当你找到神在你生命当中的呼召 异象 而且可以活出那个呼召 跟异象的时候 这就是我人生当中 最喜乐的 这也是我人生当中 最大的成就感 不是我 作王 是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神所呼召你的领域当中 你为他作王 掌权 你为他带下 翻转 最后用一段经文来跟大家来分享 是约约福音 第五章 同工有这个经文吗 原来福音第五章 十九到二十一 二十一节 这个我们在十一月的信息当中 我有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这段经文 在过去的十八年 非常深地改变我的生命 耶稣对他们说 我实在地告诉你们 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才能做 父所做的事 子也照样做 父爱子 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 指给他看 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 指给他看 叫你们习气 耶稣说 子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 这十八年当中 我学会一件事 我一开始全职服事 我是觉得子凭着自己 真的可以做一点什么 我是带着满腔热血 从国外 从国外 回到台湾 就是觉得我自己 可以做一点什么 我觉得我可以来帮帮爸爸 帮帮哥哥 帮帮教会 比较像是什么 比较像是摩西 四十岁的时候 尝试用自己的方式 来完成他生命当中的护照 可是我在服事当中 感觉到burn out 筋疲力竭 在服事当中 我感觉到我嫉妒 我感觉到我挣扎 我感觉到压力 我感觉到 所有这些的东西 在我的里面 这将近二十年 我学到一个功课 就是我原本回来 是以一个奴仆的心智 在服事神 神教导我一件事 怎么样回转 成为他的儿子 怎么样做儿子 到一个地步 其实我清楚知道一件事 子凭着自己 不能做什么 周勋正凭着自己 是没有办法带领 台北领娘堂 周勋正凭着自己 是没有办法做主任牧师 但是就在我觉得 我没有办法 我不能的时候 突然我明白 关键从来都不是 跟我有关系 关键是跟我的父亲 有关系 唯有看见父所做的 子 才能做 所以我唯一需要做的是什么 对于做台北领娘堂的主任牧师 就是要看见 父在台北领娘堂正在做的 子 就可以照着做 所以我邀请弟兄姐妹 我要请你常常为我祷告 为我的家庭祷告 是让我能够常常听见 看见 父正在做的 可以带领整个教会 照样做 刚才在上一堂 还有另外一个小插曲 就是 周牧师也突然上来分享一段 那因为他现在在台语崇拜 但是他讲到一个 因为其实我今天本来的主题是 上好的福分 就是成为神的儿女 然后讲到最后他觉得我都没有讲上好的福分 成为神的儿女 所以他就冲上来 用两分钟帮我做一个总结 所以我说家里有 家里有父亲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幸福 子凭的自己不能做什么 我有看见父所做的 是照样做 周宝娃他分享什么 他说上好的福分 是成为神的儿女 上好的福分不是做主任牧师 他说因为有一天你都要把这个主任牧师的头衔卸下 昨天欧牧师卸下了主任牧师的头衔 周牧师在十年前卸下了主任牧师的头衔 而有一天我也要卸下主任牧师的头衔 但是有一个身份是我们永远不会躲不走的 是有一天到天上 你知道周牧师说到天上 没有人还会戴着主任牧师的头衔 因为天上没有主任牧师这回事 但是天上有什么 神儿女 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月当中 我们在谈的就是 怎么样恢复儿女的身份 当我们一起祷告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你知道我们有共同的一位天父吗 可能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身份 但是我们有同一位天父 最重要的福分不是我们的身份 我们扮演的角色 角色会改变 不同的季节 不同样的角色 但是唯一不变的 就是我们是她的儿女 因为这样的一个认知 我们可以与她在祷告里连结 我们可以与她有亲密的关系 这是上好的福分 所以弟兄姐妹 我相信在未来的日子当中 神要继续带领她的教会 但是前提是 你是否也愿意 拿起你的这个邀请卡 RSVP说我愿意就位 前提是 我们是否愿意 回到最好的福分 就是成为神的儿女 我们从未上站起来 我们一起来祷告 好 这时候把我们的眼睛闭起来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回应她 我要说的是 这个就位不是关乎我个人 这个就位是关乎 整个台北林洋堂 也关乎在座的每一位 利用姐妹 这个邀请卡 今天神借着我 要放到你的手上 Will you show up 还是你要继续 隐藏 躲起来 Will you show up 因为这个教会 需要你show up 因为这个世代 需要你show up 我没有办法帮你 做这个决定 甚至连 我也没有办法帮亚文 做这个决定 所以她必须要自己 回应神 今天有一点的时间 我们聊神的面前 我们来回应她 在你的心里面 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 那个邀请函 上面写的是什么 可能现在有点模糊 没有关系 但是你是否可以跟神说 神 I will show up 我要出席 我愿意RSVP 不管你为我预备的是什么 我愿意就位 我愿意就位 如果这是你的话 我要听你把你的手 放在你的心上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你说 主我愿意就位 在这个季节当中 我不要错过 我不要错过 神你在教会里面的工作 神我愿意就位 好不好 我们同声开口 为我们自己来祷告 就在这时候 我们同声开口 父神们要面前 我们向你来祷告 主你帮助我们就位 你帮助我们不再隐藏 不再逃避 哦 神求你来 求你工作在我们当中 父神 父神 这个时刻 哦 主让我们的心 真实与你面对面 哦 主啊 求你来 哦 主你的提升的灵 这个时候来提升 每一位弟兄姐妹 我们说我们愿意的时候 哦 主你的灵 就运行在我们的身上 你亲自来带领你的教会 为了我们向你献上感谢 祝我们向你来祷告 成就你的工作在我们当中 我感谢你 耶稣 我感谢你 耶稣 第二个目招 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上好的福分 上好的福分 其实是做神的儿女 上好的福分 是回转向孩子 回到天父爸爸的面前 与他连结 好不好我们一起 为我们的教会 也为我们个人来祷告 求台北灵粮堂 能够抓住的 是上好的福分 是那个与父神连结 亲密的恩高 能够运行在这个教会的里面 我们要的不是世界的头衔 不是世界的影响力 我们要的是那上好的福分 因为只有那一个福分 才可以带给我们 真正关键的影响力 转化世界 所以要不要同声开口 为个人为教会来祷告 我们领受天父的爱 我们已经受这个儿子的灵 在我们当中 就算除去这些孤儿的思想 孤儿的灵在我们的里面 那个奴仆的心 现在从我们里面完全地离开 我们进到神儿女的身份 神儿女的身量 求神这个时刻 让天父的爱浇灌在我们当中 一切的忧郁 一切的恐惧 一切的怀疑到从我们当中 完全地离开 父神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祝祢恢复我们儿女的心 在祢的面前 感谢祢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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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神我们向祢献上感谢 祢运行在我们当中 祢做新事 在台北领养堂 祢今天早晨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此把我们的心献上 我们说主我们愿意 进到祢为我们预备的位置 台北领养堂各就各位 为了要跟随祢走那从未走过的路 所以在这个旅程的过程当中 让我们每一位都领受儿女的心 除去我们当中所有孤儿的灵 让天父的爱浇灌在台北领养堂当中 感谢祢耶稣 恩怨主耶稣的恩惠 天父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们众弟兄姐妹同在 感谢祷告奉靠耶稣的圣明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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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掌声让我给一个圣